上回书马查虫给大伙说道 小黄一家子跪求燕大爷 去三太爷那救人 可燕大爷为难啊 人家胡三太爷那么大名头 听啥听自己的 这是真的惹不起 啥 要我这干把老头 去仙家总嫖坝子那救人 你们也真够抬举我的 您老夫大命大奏话大 这事就得求您了 这话一出 就把咱燕大爷整得不会了 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我还不知道吗 不要啊 我可没那本事 补汤浑水一身轻松 我老头子不管闲事 继续睡醒地接着吃 日子过得逍遥 可这也只能脑壳里幻想一下 那几个落难的仙家 哪个不是对自己有恩的 这要是不管 咱燕大爷可就成了 没良心的营销好了 兄弟们妹妹们 你们说是不是 老人家 您睡着了 咱燕大爷 一搏云天 赶救完事了 这么的 你告诉我怎么做 才能救他们出来吧 一个人去肯定不中啊 您要去请个帮手 大黄 你家小黄说 方圆百里的仙家都去贺寿了 我还能请谁啊 老人家 我脚麻了 容我起来跟你说 我压根没让你跪着呀 在四道河村边上有条四道河 那住着一只千年老龟 您找他当帮手 救人的事准长 四道河 嘿嘿嘿 在第八级 我落过邓代辉的家 就在四道河村 行 我明根一早就去 多谢老人家 大恩大德 转天一早 把事跟燕奶奶一说 北起列强就去了四道河 燕大爷没直接去河边 而是先去了四道河村的集市上 小风拆 给我乘二十个梨 喵 燕大爷 咋得来咱这了 听说你小子要开学了 还帮家里出摊 是个好孩子 大爷我来照顾一下你的生意 谢谢燕大爷 你买二十个 我再送你两个 凑个二十二 好事成双 这孩子真是个做买卖的好苗子 谢谢了 走牢 燕大爷 您慢走啊 燕大爷拎着满满一袋梨 来到了四道河边 按照大黄说的 在河边找到了一棵老槐树 应该就是这儿了 老龟啊老龟 今儿我带了你最爱吃的水果来 您可一定要现身啊 来 走你 连着扔了十几个 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别再扔了 吃不下了 回头一看 有一个老头正搁那啃着里 这老头也看不出多大岁数了 满脸的皱纹 还拖着个背 应该是我要找的人 燕大爷观察老头的同时 老头也打量着燕大爷 卧槽 是你小子 你还欠我三神贡品呢 呦 原来就是第十一集里的和神老徽呀 那天我走得急 就委托四道河村的村支书 邓代辉给您办的 怎么 他没办吗 哼 言而无信的人类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这凡人一般见识 回头 我加倍不给您 不跟你计较 实在对不住啊 您消消气 您接着吃礼 你今天迎我上来 有啥事啊 嘿嘿 我呀 想跟您打个赌 我去 这小老头有意思啊 跟我打赌 怎么个赌法呀 您要是赢了 我连续一个月 每天给您三声贡品 那我要是输了呢 您要是输了 咱俩斩鸡头 烧黄纸 拜靶子 结为兄弟 哟 这小老头还真会骚操作啊 我要输了就跟他做兄弟 这都差了几十倍千八百岁 不过他应该赢不了我 反正闲着找根个子费 成啊 你说 咱们比什么 咱们来个三局两胜 那你说 赌哪三样啊 第一场 咱们比枪法 看谁打得准 那是俺的强项 第二场 咱们比水性 看谁游得快 那是您的强项 这最后一场吗 您往那边瞅 看到那边林子里的桃树吗 咱们比谁的眼力好 看谁能查清楚树上 借了多少桃子 行 就按你说的办吧 先比枪法 得嘞 听您的 您先来 您老会用枪吗 您先瞄准 然后手指透钩这儿 行了 你起开 我会了 目标是远处 是先准备好的一个苹果 老头假模假样的 瞄了瞄 随手就扣动了扳机 树桩子上的苹果还在呢 子弹不知道飞哪了 不会是个空包弹吧 哎呦 没打到呀 就差那么一点 要不您再放两枪 哼 我 用得着你让吗 该你了 这老头还真是个倔脾气 不领情 行吧 那我可就不让您捞 燕王枪基本是 随手 一射 听过被打的稀烂 却没伤到小蝴蝶 这可把老头气到了 头也不回直接往河里走 第一场你赢了 第二场咱们比水性 不瞒您说 我就是个汗鸭子 鸭根不会水 第二场您赢了 咱们平手 那就比第三场数桃子吧 二人站齐了 离得老远 往林子里的桃树上看 各自数着树上的桃子 小蝴蝶你咋还没走啊 快跑啊 马查虫会抓你做成标本的 快跑 估摸着过去了三分钟 我数完了 您老数好了没啊 数完了 一共六十一 不 不对 一共六十颗桃子 我数的是五十九颗 你错了 是六十 嘿嘿 咱也别争了 一块去查查 不就完事了 说着话 二人就来到了桃树下 老头认真地用手 一个个地输起来 一二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八 三十二 三十八 四十五 五十二 五十九 我去 见鬼了哈 结果还真是五十九颗 燕大爷又赢了 嘿嘿 看来是我蒙对了 纯粹运气 愿赌服输 我跟你拜靶子就是了 燕大爷赶紧到边上的树丛里 拿出了一些东西 是他事先就准备好的香和贡品 这片地界是老头的 他无聊就会到处转悠 河里有多少鱼 林子里有几只蝴蝶 树上有多少果子他都清楚 大黄也知道他这些习惯 本来树上六十一颗桃 这老头为了方便技术 就吃了一颗凑个整 燕大爷在他之后又吃了一颗 所以只有五十九了 哼 老头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也知道燕大爷使诈 一开始看着老小子 豁牙漏齿的不顺眼 可多看几眼 还觉得挺有缘分 就没点破 苍天在上 后土在下 今日我杨小玉 那个大哥 你的大号是 我姓袁 叫袁宝 我杨小玉 今天跟袁宝老哥结为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二人这么一颗 燕大爷可就占了天大的便宜 且不说年龄上的差距 就这一条 同年同月同日死 他就得活个千八百岁吧 可真有那么便宜的事吗 说吧 你耍这些花样 到底想干啥 大哥英明 小弟却有一事相求啊 小弟有几个朋友 去给胡三太爷祝寿 结果被扣下了 我想救他们 那胡老三 跟我也是过命的交情 只是后来都有了名气 走动就少了 这老小子前些日子过寿 还给我烧过心 你那几个朋友的事我也知道 这也是他们的结束 可这挑头的还是你啊 给你出面才行 大哥的意思是 这些事是我惹的 我也是罪了 我都没听说过胡三太爷呀 可不就是你嘛 三番五次的招惹奸人 如今他们到胡老三那脚舌根子 才会出了这档子事 还请大哥陪我去胡三太爷府上走一遭 把人救出来呀 我可不去 就他那为人 老子看不惯 已经许多年不跟他来往了 你也别说我不帮你哈 给 拿着我这个信物去找他吧 小老弟 这是成不成的 就看你的造化了 多谢大哥 那小弟该怎么去胡三太爷府上呢 你家不是有一匹快马吗 明天一早骑上他 一直往东边跑 太阳落山就到了 胡老四他人时不坏 就是岁数大了 做事有些糊涂 你可要加点小心 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哥相助 回头我一定奉上三声贡品 别破费了 你我是兄弟 给我十袋马叉虫螺蛳粉就行了 我呀 就喜欢他家那个臭辣臭辣的味儿 贼鸡霸香 燕大爷回到家里 就跟燕奶奶说了这事 燕奶奶一听就急了 我说你咋回事啊 怎么越惹越厉害了呢 那胡三太爷一听名字 就是老弟投舌了 你惹得起吗 别回头 就不到人 把自己还搭进去了 哎 秀琴啊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可我要是不管 我心里不安生啊 燕奶奶又气又急 摸起了眼泪 要燕大爷完了这事 跟他回山上继续守灵场去 我的老baby 你咋还哭了呢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 来 给你三哥笑一个 滚 老娘用不着你擦 第二天一早 燕大爷正好装备就出发了 回去吧 别送了 你可多加点小心 千万别逞强了 看把你愁的 没事儿 老婆子 我馋螺丝粉了 等我回来 你煮给我吃吧 疯啊 咱们走 咱的燕大爷策马而去 留下了的秀琴 心里悬得老高 咱燕奶奶从来没有 这么提心吊胆的 燕大爷还能回来 吃上马叉虫螺丝粉吗 咱们下回再说 那